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两独立母体的简定 这是中央气管假的一个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这个地方有考虑的是中位数 我们一看到这个中位数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边就是要我们使用的是 五母数的技巧了 有两个工厂 第一个工厂作业率12345 有五笔资料 第二个工厂这个作业率也是有四笔资料 那么问它的作业率是否相等 那么用的是Ransom Test 用的是Wixson的方法 那么现在它告诉我们的零件值是这个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么怎么做呢 Wixson的这个Ransom Test的话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当然先列出了它的虚无假设 这是ETA1是等于ETA2 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位数相等 这个是中位数不相等 然后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叫做是一个叫做混合的一个排序的一个工作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混合排序 这个资料我们从1开始 123456789 9笔资料由1排到9 按照顺序排下来 由最小的开始来看 最小的是谁呢 71 我们这边就1 再过来7字头的还有吗 7是72 没有7字头的了 我们就看8字头了 我们发现这两个一样 那么它们是各占3跟4 所以我们两个评分 3.5 再过来 我们看4是谁呢 4已经没有了 那就是5了 5 8字头的 这边是5 还有8字头的吗 有 这边是6 8字头的了没有 那就9字头 这92的话 那就是7 再过来是8 再过来是9 这个Wixson的RansomTest的话呢 它是不管它的这个数值的大小 它只管这个顺序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场 第一场有哪些资料呢 1 3.5 2 7 6 那么 它的W1是多少 全部加起来 19.5 现在看看第二场 第二场资料是5 3.5 8 9 W2是多少 25.5 那么 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呢 要取的是 样本数较小者 样本数这边是4个样本 这边是5个样本 我们就取第二场 所以W值是多少 W值是25.5 W值是25.5 根据这个临界值 它给我们的12到28 我们认为它放在中间 所以并没有差距过大 那么 不拒绝H0 这说明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拒绝 这两个中位数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 不相等 第二个部分 它如果说是用常态方法来做 那么作业率是否相等 那么这个地方 它告诉我们的显著水准 是用10% 常态分配的临界值是 正负1.96 那么 现在它也给我们了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把这个资料列出来 N1 N1是几呢 较小的部分 N1是等于 4 那么N2是多少 N2是5 那么我们的命中 可以算一下 Mu是二分之 这边是N1是4 N1加N2是9 9加1等于10 所以它算出来的是20 这边Sigma是多少呢 这边Sigma是 底下是12 上面是N1N2 N1N2相乘是20 这边是N1加N2 再加1 所以是10 我们算一下 200 200除以12 算好以后 开个平方根 我们算一下是多少呢 16.667 开根号是 4.08 那么这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 它要我们用常态来逼近 那么我们用Z值来做吧 这边是W W是多少 25.5 减掉这个Mu Mu是多少 20 Sigma是多少呢 4.08 好 我们计算一下 25.5 减掉 20 再除以 4.08 我们算出来是 1.347 1.347 有没有超过这个临界值呢 正负1.96呢 没有 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是怎么样 不 没有办法去拒绝H0 也就是说 我们用两个方法来做 都不能够决定 这两个工厂的中位数 是有所不同的